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五十六集 寄生于 何生亮 东陵世家世代行医 千百年来 出了数位医术高绝的神医 连宫中御医都自愧不如 近百年来 他们的经营重心 渐渐转移到了药材上 更是日进斗金 财源滚滚 传至今日 东陵世家的规模更甚往昔 七公子东陵凌风更是聪明绝顶 潇洒倜躺 无人不知 更坚身手卓绝 灵力修为 寒有人吉 一道修为 无人能出其用 早已成为所有怀春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 若要令十绝公子都没有丝毫怀疑 恐怕只有东陵凌风了 是她 沈醉欢点头 却又叹了口气 可惜 他只能看出我脑中生有肿瘤 却束手无策 恐怕不是束手无策 而是不敢下手 楚寒征淡淡地笑笑 他应该知道 你这并非开炉术不能治 但却没有十足的把握 料事如神 沈醉欢由衷称赞 谋中有一丝隐隐的期盼 那 我可有以身相许的机会 楚寒征失笑 你不如直接问我 敢不敢做开炉术 我不是怕吗 沈醉欢微笑 竟一点都不拿楚寒征当外人 不敢直接问你能不能治 楚寒征惊奇地挑眉 你承认害怕 为什么不 除了死人 没有人真正什么都不怕的 沈醉欢笑笑 接着抿了抿唇 痛快些说 到底有没有 楚寒征微笑 有 沈醉欢的气息陡然一致 有 楚寒征点头 有 不过 我已经是宁王妃 不需要你以身相许了 这不是重点 沈醉欢终于开始相信自己并不曾听错 谋中浮现出明显的喜悦 重点是 真的有 楚寒征倾咳一声 眸子真诚到不能再真诚 看着我的眼睛 我再认认真真地说一次 你的头痛 我能治 而且 标本兼致 从此让你摆脱失眠的痛苦 沈醉欢倒也听话 紧盯着她的眼眸半上无言 只不过许久之后 她突然笑了 楚寒征倒是有些奇怪 笑什么 不相信 不是 沈醉欢摇头 我笑是因为 你的眼睛好美 你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的意思是 因为我能治好你的病 你当然看我哪里都好了 好 你既然相信 事情就好办多了 楚寒征点头 不过 开楼树非同小可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 你且安心等待几日 等我准备好了 便告诉你 沈醉欢唇弦一宁 继而笑得高深莫测 你怎么确定 我值得你救 两个原因 楚寒征伸出手指 第一 因为你自己 第二 因为宁王 既然够资格做他的朋友 就值得我伸手 沈醉欢笑笑 你对宁王的信任超过对我 看来在你心里 我终究是比不上他 为什么要跟他比 你有你的骄傲 楚寒征笑得淡雅 却又透着空山淋雨一般的清零 我因为宁王而相信你 不是因为他一定比你优秀 只不过是因为我认识他在前 反之 我同样会因为相信你 而相信宁王 沈醉欢眸中略过一丝异样 却只是挑唇一笑 是不是觉得 我很矫情 没有 楚寒征摇头 眸子明朗 平和而真诚 我只是看得出来 你对宁王 怕是有些余量情节 所谓寄生鱼和生量 沈醉欢对此显然全无了解 不由眉头一皱 什么东西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三言良语解释不清 楚寒征选择跳过 总之我可以帮你 要不要我帮 决定权在你 我随时等候你的答复 沈醉欢目光闪烁 片刻后诚恳地开口 我又不是白痴 你既然能够帮我解除痛苦 我为什么不答应 见他答应 楚寒征反而有些好奇 可是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 我是真心想帮你 而不是另有所图 两个原因 沈醉欢竖起了手指 完全就是楚寒征方才的样子 第一 因为你自己 第二 因为宁王 楚寒征表示目瞪口呆 用不用这么一字不错啊 用 沈醉欢满脸严肃地点头 蓝叶云看中的人 我没道理信不过 楚寒征挠脑头 越想越觉得有些好笑 只得点头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不过我一向不愿欠别人的 沈醉欢沉吟着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或者有什么心愿难以达成 我帮你 虽然蓝叶云无所不能 但我九天阁门下数十万弟子 也不是吃闲饭的 楚寒征微笑 顺遂调侃了一句 什么都不用 你不是要以身相许 这是你说的 我答应了 沈醉欢虽然在笑 语气却认真地令人不安 但只是如此 分量还远远不够 这样吧 你治好我的头痛 换我为你做三件事情 没有任何约束条件 甚至不管是不是违背 伦理刚常 江湖道义 只要你开口 我无有不义 楚寒征皱眉 不用 我 就这么说定了 沈醉欢根本不容他拒绝 我什么时候再来找你 楚寒征无奈 心说没关系 我不跟你提任何条件 也就是了 宁王应该随时可以联系到你 如果一切准备就绪 我会请他告诉你 好 沈醉欢起身 笑容别有深意 不过 呵呵 只怕必须等到 七月十五之后 楚寒征了然 你要去风月洞天 嗯 沈醉欢点头 不过别误会 我可不是冲什么灵气去的 而是另有要事 我明白 楚寒征点头 实觉公子坐拥一方天下 万事万物都肯予取予求 何须亲自到风月洞天冒险 沈醉欢看着他 眸子突然变得忧深 蓝叶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居然能够娶到你这样的女子为妃 我妒忌死他了 楚寒征微笑 沈阁主客气 以你的精士之才 将来的红颜之己 只会比我更优秀 到时候就该是宁王嫉妒你了 哈哈哈哈 借你几眼 沈醉欢朗声大笑起来 居然不怕惊动旁人 这个你拿着 我先走了 说完 他一嗖地穿窗而出 看着他留下的玩意儿 楚寒征完全一头雾水 这是什么呀 定机 沈醉欢带笑的声音 传了回来 不 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